大家好,我是Stan 因涉嫌西娜格正在接受警方调查的基地 全面否认了这项指控 10月17号,担当基地编户的Kim Soon律师表示 鉴于最近媒体上广泛传播毫无根据的消息 我代表昆基勇先生发表如下立场 我是昆基勇 首先我没有吸毒 同时我要澄清的是 我与最近媒体报道的违反毒品管理法的新闻无关 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担忧这个问题 所以我会积极配合调查机关的调查 并认真地处理这个问题 目前,韩国仁川警察厅 对涉嫌向基地和一层提供毒品的医生A某立案 并表示为了确定两人吸食的毒品种类和次数等信息 将尽快进行药物测试 而因为基地的一句话 在韩网掀起了热议 如果真的吸毒了,检测肯定会出现阳性 他不可能这么说的,我相信他 前天刚微博的时候什么立场文都没有 两天后才否认你们就相信了 怎么有这么多人理解他呢 甚至他有过类似的前科 如果是其他艺人你们会相信吗 难怪BingBing到现在还是那么的受欢迎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那些奇怪的动作要怎么说明呢 看完影片后真的是受到冲击了 庞育圈也是哭着召开记者会说没有谢 很多粉丝们也都相信了呢 庞育圈与阿妍一开始也否认了 反正调查后就能知道的 但真的希望不是 马上就会抓包的,为什么要说谎呢 我能理解粉丝们迫切的心情 希望他是清白的 但这之后可能会变成更大的嘲笑 希望如GD所说的一样 现在大家都说那些动作是上瘾反应 但是在我犹豫症恐慌障碍严重的时候 也会变得很分析 想不起来文章 所以一个词一个词的说话 行动也会变得很激烈 这两天 在韩网有一些网友们造谣 顶级爱豆 著名女团成员 前爱豆出身的女演员等 也被牵涉到重塔毒品等什么乱七八糟的消息都出来了 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相信这些谣言 所以对于GD的全面否认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一名被指控跟踪旁滩丧云南成员B 并前往他的住处的30多岁女性A某 今天被警方逮捕了 根据警方表示 A某在10月26号晚上6点30分左右 一直在V的家门口等待 当V的车进入公寓停车场的时候 他也跟随进入 并跟踪V与他一同搭乘了电梯 在搭乘电梯后 他马上就向V打话 并传递了婚姻申告书 之后A某逃离了现场 收到警卫报警的警方 根据他传递的婚姻申告书上的资料 确认了他的身份 并将他逮捕了 据了解A某过去 也有过跟踪V的前客 一定要严厉惩罚 现在只是跟踪 但谁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保安怎么回事 如果不是婚姻申告书 而是拿着刀伤害他的话怎么办呢 看来以后到家门口为止 要有保镖陪着了 不只是妄想 而是实际行动 太可怕了 甚至还有跟踪前客 疯了 这真的是精神病 死生 你看 唐 了